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惊夸 常心里 妒忌 诸子里面 引用古德的话 老子语 不自事故障 不自法故有功 不自情故障 一语 天道窥盈而一千 地道变盈而流千 归神骇盈而父千 千尊而光 悲而不可遇 君子之宗也 大雨 不情不乏 于父于父皆 为疑能圣语 而坐龙门 台银车 地平天成 功悲万事 周公不教不令 老亲下死 而东正破腐 足安周世 那么这是引古书 引古人的四节 来证明 后面做了个结论 故约真正大声大喜 都从战战兢兢 灵神余波处 坐降出来 这一段 也是日常生活当中 常常犯的毛病 我们自己有没有呢 不可能没有 只是程度上的差别而已 如果真正能把这个毛病消除了 自己的德行呢 就有了根底 如果心里面还摆不平 必须知道 我们在德行上没有根 没有本 换一句话说 无论是求学 修道 都是严重的障碍 总的来说 是叫我们谦虚 恭敬 要从千镜里面 才能真正的有成就 后面有一段呢 讲妒忌 妒忌男女具有 这人之常情 男子见人功 见人有功名 就度啊 见人富贵也记得 地位 借尽自己 基督心生起来了 怕别人把自己挤下去 财神挤也记得 这个 这里有个总结 都是心量太小 心量 质量偏情所使 我们今天讲的是 心量太小 不能容忍 对 这个都实 实 没有根基 实 不得受用 真正学问有根基得受用 就像佛讲的 不但没有嫉妒 没有傲慢 情绪 还能修 随习功德 看到 财感比我高 确定能够让行 不会去竞争 你做得比我好 我应当让你 全位都让给你 为什么呢 人民的福 社会的福 能够为众生想 为社会想 为人民想 你就会让 这个道理 我们要懂 这是大的 这是大成就 为什么呢 别人的成就 就是我自己的成就 我自己不如人 居到这个权威 不肯让人 害众生的 你们想想英国 英国就多地狱 我能让给别人 别人做得比我好 比我更有成就 是我的成就 在佛门里面 印宗跟六祖 就是一个很好的榜样 印宗当时在南方 是当时的高僧大德 信仰他的途中 不知道有多少啊 遇到六祖之后 他给六祖 替度 印宗是六祖的替度师 他知道 慧能大师 德行 修持 在他之上 替度之后 反过来再拜他为死 把地位让给他 让能大师 在南方教化一切众生 你们想想 那个成就 到底是慧能的成就 是印宗的成就 实实在在讲 从形式上看 慧能大师的成就 从实质上看 印宗的成就 印宗 绝不再慧能之下了 这是大德了 一般人做不到的 不是真正有德行的人 做不到 事法里面 我们看古诗后 观众与报数 观众的成就 其实是报数的成就 让行 成就 自己还不费功夫 别人替他做 这叫真正的 真实的成就 所以佛教给我们 修随喜功德 随喜功德 就是对治 这个毛病 较慢 嫉妒 我们现前 社会里面 无论在事法 在复法 总是 居在自己这个位置 到死 都不肯让 这是绝大的错误 我在 初学佛的时候 一出来讲经 我在讲习里头就唱书 四十岁 四十岁以前 是我们认真 努力 学习的 阶段 四十到六十岁 应当修复 这个 为僧团 服劳仪 也就是说 担任了僧团里面的知识 为大众佛物 六十岁以后 要修会了 要把自己这个职务 让给别人 办自己的 生死 大死 那么 充其量 讲经 教学而已 一切 行政事务 完全放下 十 这个 僧团 领导层 行政层的人员 永远是年轻化了 中国在古代 退休是七十岁 我们在古书上常常看到 七十 至四 但是在修道人来讲 七十岁太晚了 应当六十岁就退休 全心全力 办自己的事情 可以做传道 教学 讲经 自己 好好的修行 要为 来生 着想 决定 不可以 居在自己这个位置 不让人 这个不让 就是 这一个念头 这个行为 就堕三我道 咽语常讲 地狱门前 生道多 出家 出家 我们要想到 出家意义在那里 放下自私自利 放下明文利养 放下贪嗔痴慢 这叫出家了 出家 出家在学 营建 道场 我们在旁边 冷言旁观 是个笑话 你出了你的小家 结果经营了一个大家 你怎么能得 你怎么能得 泄土 你的心 怎么能够得到 清净 换一句话说 你怎么能够 与道相应 所以 在我们现前 这个时代 不但 这个正古的人 没有了 开悟的人 也没有了 修学如法的人 不得我了 什么原因呢 被家 累住了 出了家 实际上 并没有出家 收了一些 徒资徒孙 比那个一般人家里头 那个业还要大了 你在家里头 你有几个儿女 几个亲戚朋友 出家没几年 这个家业越来越大 越来越操心 现在的道场 跟古时候不同 古时候道场 是舍方道场 真的是 先行于能 我们看古社会的规矩 执司任期是一年 那月三十 寺院执司从主持 这所谓一百零八丹的执司 宗辞 重新选举 所以这个选举制度 佛门用的最早 真正的民主 选出来之后 这个大年初一交 任期一年的 不是现在 现在有很多 好像是终身职了 所以子孙庙庙了 家大业大了 于是 这个出家了 分子就复杂了 有很多人 为什么来出家呢 看到你家也很大 出家之后啊 目的想集成这个财产 是为这个来出家 如果你这个老和尚 什么都没有 那个毛棚都没有 恐怕没有人会跟你出家 为什么呢 跟你出家 要受苦受难啊 所以今天这个庙盖得越大 越富裏堂皇 跟你出家的人越多 你就想想 他为什么来的 可是 我们没有听到 有人呢 去问他 你为什么要出家 我们天天在读经 天天在念佛 有这么一叠 酒啊 这不是大车大物啊 这是小小的酒啊 我们深深相信 因果报应丝毫不爽 我们在这个道场 这个道场得利于 李牧原居士的护士 他真的是把家放下了 一切为佛法 一切为众生 全心全力 这是凡复做不到的 为什么做不到呢 放不下名利 放不下了权威 放不下五欲六成的享受 现情 是对一顶 明文立 将来 问题就大了 这一口气不来 到哪里去呢 有没有想到 如果能够想到这一层 这个人呢 在佛法里面可以说 他开始叫我 使者 不觉 这你 永远迷下去 这还得了吗 人生很短啊 经上常讲 人命在呼吸之间 佛这个开始 是给我们提出了 高度的进去 让我们珍惜 每一分钟 每一秒钟 我们才能得度 该放下的 必须要放下 自己一定要明察 生不带来 死不带去 我为别人经营 辛苦的经营 值不值得 世尊当年在世 跟我们做了榜样 世尊没有去建一个道场 一生 他老人家过着 最低物质生活的水平 日中一时 树下一宿 那一些亲近他 跟他的那些弟子 那是真的 是母道而来的 绝不是贪图享受 而来的 跟到圣家母女佛 都一样 都是三一波 日中一时 树下一宿 真正是母道而来的 讲堂经社的建立 是居士们做的 我们要从这些地方能体会 当时 世尊的在家弟子 过往大臣 离清 佛去 讲经说法 供养居住的地方 别人的地方 自己没有 自己一心在半道 有人供养 我们可以接受 要安心办道 我们才对得起 供养的施主 我们倒也不能成就 那就欠施主的债了 欠债 将来要还债 所以 江卫农居士 在《金刚经》讲义里面 提出 出家人 要不能恢复 突破的制度 正法要想住在世间 就非常困难 他提出的是突破制度 我们 我们读他的讲义 深受感动 没有人提倡 早年 早年我在台湾 香港 洗成法司来看我 这是一位 精明能干 充满 充满活力的法司 我鼓励他了 我说你老人家 肯不肯带头 你带头 我们追随你 不要多 我们找五个人 五比丘 现在树下一宿 我们的体力不行了 现在可以住帐篷啊 你看那个露营的帐篷 做得很精致 也做得很好 又很轻巧 一个背包 背在身上 晚上树下 帐篷支起来 很好啊 我说我们才去突破 你带头 我跟你去 他听到之后 我点头 好啊 可是回到香港之后 消息就没有了 真有人带头去干啊 好事情啊 脱补 不要怕脱补到饭 我相信真正发心脱补 没有人供养 祝佛菩萨会化身来供养你 我有这个信心 佛法要真正兴旺 真正能起来 江维农居士讲这个话 有道理 可以贪图享受 贪图名利 不但不能够心教 怕的是过失 很难避免啊 出家跟在家学服不一样啊 在家学服 问题不大 出家学服不容易 相当艰难 好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这一段 好 今天时间到了